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4月2号星期五 资博火锅鱼啊 这个创意做得真好啊 怎么回事呢 是山东啊 4月1号有一个呢 微信公众号叫情况有点复杂 啊 他们发了一个文说啊 说工业污染近30年来 山东资博呢 发明了一条 让李白都要惊叹的小黄河 啊 说呢 这个山东资博岳阳河和孝复河啊 在这里边呢 我们将50条一米多长的玩具鱼啊 就不是真的鱼 是玩具鱼 这鱼呢 有一米多长 看上很大的玩具鱼的 放入在全世界体量最大的长形火锅当中啊 火锅的这个汤料理啊 那怎么回事呢 他们山东资博那儿呢 有一河叫岳阳河和孝复河那儿啊 有这么长达两公里的地方呢 污染特别严重啊 宽度呢 15米啊 从这岸到那岸15米 然后埋延了两公里的一条河 那看起来呢 就跟那个火锅 吃个火锅 跟那火锅底调一样 里面都是污水脏水臭水 然后呢 说我把这些鱼放进去之后呢 他们翻着肚皮的在起舞 他们在呢 牛油火锅汤底里呢 浩浩荡荡的奔赴死亡 还有呢 十根大红辣椒 也是那种就是玩具的大红辣椒 搁进去点缀着 悄悄唤醒你的沉睡已久的未来 没有花里胡哨的其他的配菜 也没有呢 大自然的打扰 一切都那么恰到好处 这是正宗人类活动的馈赠 这锅火锅鱼 让人垂涎欲滴的秘诀 在于祖传秘方 是由呢 相关的污染企业 精心熬制呢 数十年 内含猛料 至今呢 密不外传 那销魂的颜色 那绵长的气味 那无人敢独自享受的口感 绝对配得上震撼全国四个字 如果你想体验一下真正舌家上的中国 欢迎来到美丽的大资博 约三万平方米 足以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麻辣火锅汤底 永远在等你 透过资博火锅鱼项目的实施 我们期待更多人能关注到资博的水污染 并推动当地环保部门和相关企业进行整治修复 当地的污染呢 他不说了吗 也是近三十年了 怎么治也治不下去 老百姓呢 怨声灾道 说那个地方啊 说 以前啊 打了一个200米深的井 井水 说现在拿出来一看 已经不行了 200米深的井也是不能喝 洗手都不行 洗手手上都长得白点 现在把这井呢 打到了400米以下 还是不能喝 所以呢 说原先这个地方 老百姓啊 每家每户 每个庄子都有井 都有泉 大家就是喝自己的井和泉就行了 说现在老百姓都不能喝了 全都喝不了啊 只能出去买水喝 然后呢 这个说呢 这个污染源呢 就是说是当地的叫东家集团 福岩集团 红山 红山 煤矿啊 说这都是嫌疑企业啊 但实际上应该都都差不多啊 的确确的引起了全国的这个重视 网上呢 有他的照片 你可以看一下 真的是 真的是做的好 特别特别像一个火锅 他呢 把那个一米多长的鱼啊 辣椒什么的扔在那个水里 然后摆好了一个一个就是大概一个位置吧 然后拿无人机从上方下一拍 你看下去真的像个火锅 你咱一看还没是个火锅了 咱一看 不是 是那个污染的那个臭盒啊 拍的还真不错 有视频 有照片 网上都有 你自己去搜一下 就说搜这个资博火锅鱼 就能搜到了 我说实在 这个创意真的很好 人家就是说 也是被逼无奈 想尽了一切办法 想要整治他 实在整治不了 通过这种方式 要引起全国人民的重视 那么给当地企业 当地的政府 当地火锅部门施压 让他们想办法要彻底解决 这条 臭盒 但是当然了 他们也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我们都知道在中国 影响都如此 4月1号 资博士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文称 微信公众号情况有点复杂 传播不实消息 恶意炒作 拍摄视频 吸引眼球 责令删除 并采取管控测试 据说号 现在已经就暂停了 后边是不是要封 不知道 然后说人也要抓 因为是传播 不实消息 恶意炒作 这个可能该拘留 拘留 该罚款 该怎么办 怎么办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 现在又引起了全国的重视 所以当地政府也在思考 就是说到底怎么解决 第一时间 他们认为 就可以自己撕下来 就解决了 但是现在来讲 引起了老百姓的普遍的关注和重视之后 我觉得反正我们应该就是说关注去传播去谈论 让更多人看到这东西 我觉得能不能就这条河 我不知道 但最起码对微信公众号能把这个东西发出来的这些人应该有一个帮助 中国我觉得还是缺少这些人 我觉得这些人是真的做了点事的 是不是 而不是就是说你说什么叫英雄 我觉得这就是英雄 其实这就是 也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但是起到他们想要的效果 我想他们也应该想好了 就是说自己做了一个牺牲的小我 但是能够把这河要是真的能够治理好 让老百姓能有一个就是说不那么臭的一条河 然后周围的水能喝 也算是有一个就是说一个成效 好吧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